美国对中国这招其实是一记欺商权 形势逼人 美国对中国下狠手了 当地时间8月9日 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一份酝酿已久的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主体对华半导体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投资 据这一行政命令 相关领域的美国投资者 不管是私募还是风险投资 亦或是在华合资企业 均需向美国财政部通报 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 另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 你制定实时细则 对于半导体和微电子行业的技术 你禁止涉及某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交易 而对其他交易设立申报要求 对量子信息技术 你禁止某些交易 对人工智能技术 你对涉及特定最终用途的某些技术和产品 设立申报要求 而对其他交易予以禁止 对中国影响有多大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这一招看似凌厉 但对中国相关产益的影响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接受中心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称 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 和富有活力的经济 已成为跨国公司的B选项 在风险相同的条件下 资本总会流向收益更高处 这是颠扑不破的经济规律 以行政命令人为限制资本正常流向 短期内确实会对中国相关行业 产生一定影响 但中长期来看 资本必将找到新的路径和方法突围 继续去它要去的地方 以半导体为例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中国是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的战略必争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 要强行扭转企业投资流向 绝非易事 但也不容否认 美国此举对中国一些初创企业 特别是半导体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 会带来压力 不过 越是这样 越会倒逼中国企业 丢掉幻想 奋起直追 掌握更多核心技术 美国能否全身而退 出台对华投资审查令 对美自身亦有伤害 更波及全世界 可以说是一记先商级后商人的七商权 首当其冲者是美国公司 据外媒报道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 英特尔 高通 英伟达高管 此前曾去华盛顿游说 反对拜登政府 扩大对中国出售某些芯片 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限制 在高林云看来 既然资本流入中国是所必然 按照新政策 如美国主体今后通过各种途径 继续投资中国半导体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 投资收益大概率将留在境外 不敢回流美国 而吸引企业海外收益回流 正是美前任总统特朗普利推之时 这种政策的反复 将对企业正常经营和预期 造成不小影响 美国国家形象和信誉也将受损 美国一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大搞经济胁迫 以使越来越多国家心生戒备 近期阿根廷 巴西等不少拉美国家 在进出口交易中增加人民币使用 就是明正 拿经贸问题当工具 当武器 终将反噬美国自身 伤害更将波及全世界 以半导体为例 全球半导体行业 已形成紧密的产业供应链 部分尖端芯片的生产 多达上千道工序 需要超过70余次跨境合作 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能够实现半导体的自给自足 半导体产业链合作尤为重要 想要人为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之外 对整个行业都是巨大破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 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工商界利益 联合对华脱钩可能吗 美国官员还宣称 已事先与盟友和伙伴进行过密切磋商 包括七国集团 G7成员 欧盟和英国 他们也将根据自身情况 推出类似措施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要纠集一众西方国家 唯独绞杀中国 铁的心对华脱钩 在高陵云看来 美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 存在各种利益分歧和矛盾 仅欧盟内部 想发出统一的声音 就阻力重重 在此情况下 美国要联合盟友 对华经贸脱钩并不现实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脱钩能否得逞 关键在于中国自己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李氏汪丸此前撰文指出 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最终还是要由中国自身的发展决定 中国的市场在规模和成长性两方面 难以被替代 今后应着力打造 更具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 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中国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胡锡进 拜登颤微微地 在美国限制对华投资行政令上签字 拜登周三签署了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 意在进一步阻挠 中国在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三个尖端科技领域的进步 对华高科技脱钩在特朗普时期就开始了 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野心 不过新航政令没有刁难已在中国投入的美资 它针对的是新投资 拜登政府一再声称 美方限制措施有着狭窄的针对性 并不会严重损害中国吸引美国投资的能力 拜登的新航政令还需征求美国企业界和公众的意见 预计明年才会生效 拜登的这个行政令已经酝酿了很久 产生了很大宣传效应 不过几乎没有人相信 这个行政令本身能对中国高科技造成新的实际打击 几乎所有分析人士都认为 中国更需要的是美国技术 而非美国的资金 之所以他广受重视 是因为他被看成是美国同中国渐行渐远大趋势上的一环 行政令的出台和酝酿过程 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 抑制中国发展高科技的强烈意愿 以及他与科技 经济界对这样做 会反食美国这一担忧的激烈博弈 他是某种妥协品 华盛顿显然希望主要盟友都跟随拜登的这个行政令 英国苏纳克政府已经做出谨慎表态 称正在咨询企业和金融部门 然后再决定是否效仿 英国金融时报 10日以苏纳克考虑跟随拜登限制 对中国的科技投资为题放出消息 声称在美国总统 拜登于当地时间9日签署 关于对华投资限制行政命令后 苏纳克政府正考虑是否跟上 并正就此咨询本国商业和金融业人士的意见 关于苏纳克上台以来的英国对华政策 金融时报分析说 其政府对中国的总体态度根治于一种冷静的愿望 即尽可能与中国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做生意 除非自身国家安全问题受到威胁 资料图 苏纳克 其实中国也有能力影响拜登行政 并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施 以及影响美国在与中国脱钩问题上 到底会走多远 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美国政策的被动承受者 美国政治精英们巴不得与中国脱钩走得尽量快些深些 但他们恐惧两点 一是这会立即损害美国相关高科技公司的业绩 破坏他们的影响力和进一步创新力 目前当权的拜登政府 尤其不想招致硅谷和华尔街 对不断加剧的脱钩强烈厌倦 最终导致民主党失去支持 二是他们害怕把中国推向更加坚决的自主创新 并且取得芯片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如果美国的脱钩政策催生了中国的重大科技成就 那意味着华盛顿将完全输掉赌博 他们本想窒息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结果却把本国公司掐了个半死 有分析指出 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打压和限制 中国应该继续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领域 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迈 BSML首席执行官温宁克 今年1月就已指出 美国主导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最终会促使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 成功研发出自己的技术 尽管这需要时间 资料图拜登 中国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 一定要全力释放我们的科技创新活力 不断减少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 证明我们只要下决心自主创新 就真能把事情搞成的能力 证明我们被美国一逼 反而只会变得更加强壮 只要这样的趋势出现几个活生生的证据 美国政策界就会陷入空前的混乱 他们的恐慌将比特朗普打贸易战之前 看到中国经济快速膨胀时要严重得多 无论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 当前的这一仗都将是决定中美未来竞争面貌的关键战役 中国真的只能打赢不能打输它 芯片等高科技不是孤立的 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创新力 以及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是塑造这些关键成果的基础底盘 让美国一逼 我们的社会需要四处挤出来的都是信心和张力 是加速运转的指针朝夕 而绝不能出现收缩固守的状态 那样的话美国在气势上就先占了上风 我们会真的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在进攻 但它的攻势越来越乏力 每迈出新一步都患得患失 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是困难和风险 但更是胜利的曙光 现在我们的社会创新戏